-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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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嗨 大家好 我是杜姐 -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这支影片 - 大家看我旁边这两箱就知道 - 这支影片要来开箱 - 我最近在iHerb上面买的好物 - 虽然说是开箱 - 但其实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- 所以应该比较偏向的是 - 战利评分享 - 但可能有一些观众还不知道iHerb - 我先简单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iHerb是来自美国的全球性网购平台 - 能够用很优惠的价格买到亚洲地区 - 没有代理的知名品牌 - 商品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- 有居家用品、食物、宠物、母婴用品、保健食品、美妆等 - 能想到的东西全部都有 - 网页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好查询 - 我应该也知道iHerb是因为我妈妈 - 她会定期请朋友从美国买保健食品回来 - 但是因为这样每次买 - 其实都还蛮麻烦那个朋友的 - 可是没办法有些东西就只有在美国买得到 - 之前就有跟我朋友聊到这件事情 - 然后我朋友就推荐iHerb给我 - 结果真的是打开一个新世界 - 平台超好买 - 而且消费满台 - 一千两百五十块就免运 - 最重要的是到货速度真的非常快 - 价格又会到货又快 - 所以我们家直接变成大户 - 我妈妈其实已经是买习惯了 - 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不太了解一些欧美的品牌 - 可是我自己还蛮喜欢iHerb有网页制度 - 它每个商品下面都会有非常多使用者的照片 - 还有他们的心得感想分享 - 我觉得就蛮有参考价值的 - 然后我自己还会倾向去买非常多品价 - 觉得很多人用就比较安心 - 真的也是从上面发觉到很多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东西 - 那大家可能也会想说 - 我现在不就住在保健美容保养大国的日本吗 - 其实近几年iHerb在日本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- 杂志啊日本的美容达人 - 还有养生系的KOL - 都会介绍iHerb上面买的东西 - 因为我常常看说不是一直被烧到 - 那也因为这样子 - 这些海外品牌在日本也渐渐被认识 -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次我买的10样单品 - 这些都是我参考一些日本人推荐买的东西 - 那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会跟大家说怎么买最便宜哦 - 这一瓶我是看一个日本的居家YouTuber推荐的 - 我们家主要都是用这一瓶来清浴室的水垢 - 那它上面有写除了浴室之外 - 还可以拿来清马桶、洗手台都可以 - 这一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- 只要对有水垢的地方喷几下 - 然后等一下再冲水就好了 - 也不用特别去刷它 - 当然如果是比较顽强那种污渍就比较难 - 但是水垢呢是非常绰绰有余的 - 而且大家看它这一瓶超大怪 - 而且每次用量又不多 - 所以它这一瓶是可以用蛮久的 - 我觉得CP值还蛮高的 - 它的味道呢就是柑橘的味道 - 然后还蛮清香的 - 不会有很重的化学味 - iHerb上面的商品很多都是天然有机的 - 因为我们家要小孩子的关系 - 其实比以前要注重的东西又更多 - 那这一瓶呢就是成分很天然 - 对人体无害的 - 花生涂酱 - 这瓶是我之前就有看到台湾很多网络在介绍花生酱 - 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就买买看 - 每次我回台湾呢 - 我都一定要去早餐店吃花生后片 - 最后看我的IG可能会看到 - 我很常在台湾拍花生后片的照片 - 我非常喜欢吃花生制品 - 那其实呢我有在日本的超市买过花生酱 - 但是我觉得涂起来那感觉呢 - 就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花生酱 - 日本的我觉得有点太丝滑了 - 然后吃起来花生味没有那么浓 - 我忘记什么牌子了 - 可是因为它吃起来真的是蛮化学的 - 然后就让我对日本的花生酱有点阴影 -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从iho上面买买看这一罐 - 那这一罐呢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满意 - 也要先跟大家说注意一点 - 我一开始打开它的时候 - 发现它有点油跟酱分离 - 然后我就看一下下面网友评论 - 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况 - 那他们就会建议说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- 在吃之前就把它搅拌一下就好了 - 那这款花生酱呢它为什么好吃 - 就是它的花生味非常的香濃 - 我觉得超好吃 - 然后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点是 - 很多花生酱会太甜 - 它真的不会 - 而且它有一点点咸味 - 我觉得有一点咸味的花生酱呢 - 才是真正的花生酱 - 吃起来也不会太腻 - 而且它这一罐里面有7克的大白质 - 整罐分量也很够 - 我自己呢就是比较拿来吃花生厚片 - 第三样抹茶绿茶粉 - 这一袋呢我是看日本的网红介绍的 - 它嫌抹绿茶粉 - 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抹茶还是绿茶 - 但是我闻香气就是抹茶啦 - 它的成分也是蛮天然的 - 绿茶跟抹茶本来就对身体还不错 - 我自己的话呢 - 会加入牛奶里面喝 - 还有杏仁奶 - 它的粉末很细 - 不会不好溶解 - 而且分量还蛮多的 - 之前我日本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 - 我也有给他喝喝看 - 虽然味道有点苦 - 可是日本人很喜欢边喝茶边配糕点嘛 - 其实就还蛮适合的 - 也可以拿来烤面包或做甜点 - 比如说我买那种奶酪不低的话 - 我会来上面撒一点 - 就是增加另外一种风味 - 去综合那个甜点的甜味 - 第四样格兰诺拉麦片 - 花生酱卷 - 我记得平常早上也蛮喜欢吃的奶酱麦片 - 那我朋友跟我说这一款是 - 无大豆 无膚质 无骨 - 无低碳水化合物又很好吃的燕麦片 - 所以我就买买看 - 而且竟然是花生酱口味 - 但我看评价也都还不错 - 尤其是它的照片看起来这么诱人 - 可是跟大家说 - 我打开之后发现 - 它根本就没有蓝莓 - 它里面就只有这个花生酱卷的燕麦片 - 正当我想说图文不符的时候 - 就发现它这里有写一个 - 里面没有包含蓝莓 - 如果大家喜欢酒奶加燕麦片 - 还加水果的话 - 可能要自己放一些水果进去 - 花生酱口味真的太特别了 - 所以我收到的时候很兴奋 - 马上就把它打开 - 一打开呢 - 就是闻到很浓的花生酱味 - 其实它说是燕麦片我觉得蛮特别 - 因为它吃起来蛮像饼干的 - 而且它吃起来的时候 - 你感觉咬得到 - 那个花生圆粒脆脆的口感 - 这个我自己超喜欢 - 而且超大包 - 这一款我吃完之后应该会回购 - 也想尝试一下它们其他的口味 - 第五样 - 维生素D3 - 其实日本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 - 台湾会蛮多小儿科医生会建议说 - 可以让小朋友补充一点D3或是医生菌 - 那基本上我不知道全部的日本啦 - 但是至少我去过日本的很多月子中心 - 还有一些母婴辅助设施 - 还有医院 - 它们都是不建议让小朋友摄取 - 母奶或奶粉以外的东西 - 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国情上的差异吧 - 那因为我是台湾人吧 - 所以我还是比较性台湾派 - 因为日本没有这个习惯 - 所以在日本真的很难买 - 不然就是很贵 - 我从iHerb上面看到这一款是 - 它是专为婴儿和儿童设计的 - 没有乙醇又是天然成分 - 又好吸收 - 所以我就想说买买看 - 因为它评价还不错 - 这款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- 大家看 - 直接这样子 - 就可以很快速的滴出来 - 一岁前的儿童是每天6滴 - 一岁以上的儿童是每天8滴 - 就是它这个胃起来真的很快 - 到我完全没有压力 - 因为我在台湾买的 - 它也是滴肌的 - 可是不是像这种滴管似的 - 是你倒过来 - 然后一滴一滴慢慢滴下来 - 可是它真的滴得非常的慢 - 大家也知道小婴儿根本不受控 - 马基根本不愿意等 - 每次我已经 - 拿来这里的时候 - 马基又开始 - 头一直动一直动 - 然后就是死不合的这种感觉 - 因为它真的太久了 - 即使马基又就是这样看的那个东西 - 看了5秒 - 它都还没滴下来 - 然后我就会觉得 - 胃起来压力蛮大的 - 那自从换了这一款之后呢 - 就是减轻了我这部分的压力 - 那这个是有点甜味的 - 所以小朋友的接受度也蛮高的 - 小朋友毕竟不像我们大人一样 - 胃的身体好 - 即使有点不好吃 - 即使有点难吞咽 - 还是会吃 - 第六款是 - 胃加光乳木果 - 羊甘菊 - 和摩洛哥 - 坚果油 - 婴儿乳液 - 因为我非常爱尝试各类母婴用品 - 用最兇的东西就是一些叉的嘛 - 它用量都很大 - 我看到这一款乳液它的评价还不错 - 所以我就买买看 - 它是针对敏感性肌肤 - 还有婴儿使用的 - 质地挤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轻盈 - 而且非常的好推延 - 延展性很好 - 但是我觉得它的香气比较重 - 所以如果不喜欢香气重的人呢 - 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这一条 - 连我闻起来我都觉得香气有点重了 - 可是呢这一款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- 它也很滋润 - 我觉得如果是冬天用的话还蛮适合的 - 接下来是维生素C 1000毫克 - 里面有60例 - 每天吃一例就可以咯 - 维大病C跟维生素C对身体非常的好 - 可以修复皮肤的黏膜伤口啊 - 增加免疫力 - 我觉得有摄取之后呢 - 感冒的次数就比较少了 - 尤其是现在跟瓦吉一起生活嘛 - 我们大人呢绝对不能感冒 - 不然就会传染给他 - 那如果是他生病的时候呢 - 他传给我们就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 - 我跟文章都会吃这种保健食品 - 就是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- 那我自己还会搭配胶原蛋白一起吃 - 这一款我觉得还不错的是 - 大家看它这个是前开式的 - 所以腰到的就非常方便 - 我自己不太喜欢旋转的 - 比较麻烦 - 比较可惜的就是它这个一颗 - 我觉得有点大 - 生长吞咽的人呢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- 然后它这个呢有很多MG的 - 那我自己是选最高的是1000 - 第八样式 - 清淡可口的 - 酪梨油 - 这一款酪梨油呢 - 超多日本的美容杂志在推荐 - 所以我就买买看 - 我自己对油算是还蛮讲究的 - 像是我们家之前都是全部换成玄蜜油 - 还有橄榄油 - 就这种比较偏健康油的部分 - 那这款酪梨油呢 - 它们说是用质感很好的酪梨去压榨萃取而成的 - 虽然是油 - 但是有清新的果香 - 因为它是植物油 - 它的原料呢就很天然 - 它的味道呢也不会太重 - 蛮淡的 - 所以其实不太会影响食材本身的原味 - 我自己还蛮有感的是用植物油的时候 - 煮菜的油烟不会太重 - 其实对整个居家环境也都有改善 - 除了烹煮料理之外呢 - 我也会拿它来淋一下沙拉 - 然后它也很适合做婴儿的副食品 - 我自己还蛮建议大家在家里的用油 - 要选择好一点的植物油 - 对胆固醇和血压都比较好 - 那接下来是两样美容小物 - 第九样是乳白色小猪 - 碳酸气泡黏土美容面膜 - 大家会很意外它上面还要买一些韩国的美妆 - 其实我自己不太有用一些韩国的产品 - 我看说明觉得很有趣 - 所以想说买买看 - 那它有趣在哪里呢 -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泥膜 - 我完全忘记得泡泡这件事情 - 然后浮上去的时候真的是 - 吓我一大跳 - 取适量的涂抹在眼睛周围以外的脸部肌肤 - 然后这个泥膜很特别的是它会起泡 - 那等到完全起泡差不多10分钟之后呢 - 用一点温水进行泡沫按摩 - 然后再把它冲掉就好了 - 我之前呢有敷过片状面膜会起泡 - 可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泥膜会起泡的 - 实际使用之后呢 - 觉得它比起保养应该是更重视清洁的面膜 - 用完之后呢会蛮明显感觉到毛孔变得很干净 -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干肌呢 - 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脸有一点点干 - 所以我应该就不会每天使用 - 大概是一个礼拜要做一次深層清洁的时候会用 - 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边泡找边用 - 觉得真的很疗愈很好玩 - 然后也跟大家说它起泡的速度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- 所以大家涂上去之后呢要赶快抹到可以抹掉 - 第十样最后一样是花油唇膜是山柴花籽油 - 这个唇膜呢使用办法非常的简单 - 睡前的时候呢轻轻的在嘴巴上面敷上一层 -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轻轻擦湿掉就可以了 - 这款还蛮特别的是它的香气呢是还蛮甜的 - 就像糖果一样的甜味 - 所以在涂的时候呢会觉得心情还不错 - 有点像一个睡前仪式的感觉 - 因为我自己本身嘴唇还蛮容易干的 - 尤其是最近晚上麻糬会起床哭 - 所以我的睡眠状况就没有很好 - 然后导致我整个脸部肌肤啊 - 还是我的嘴唇也都连带变得更干燥 - 这款我觉得滋润效果非常的好 - 涂上去周到隔天我的嘴唇的几乎都还是蛮水润的状态 - 有涂没涂真的差很多 - 期待接下来有一些秋冬 - 就是它的效果应该会更显著一点 - 另外我自己觉得还蛮贴心的是 - 大家看它有附一个小勺子 - 所以你在涂唇膜的时候 - 你就不用把手伸进去这样挖 - 用小勺子弄一点点 - 然后涂在嘴唇上就好了 - 我觉得很卫生也还蛮干净的 - 这一瓶也是我的心头好 - 唇膜这种东西真的是有用有差 - 好那以上就是我这次购买 - 然后使用之后的真实心得 - 其实iHerb这个网站真的在每个产品页面 - 它的资讯都显得非常的清楚 -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还蛮好逛的 - 然后品牌又够多 - 那介绍了这么多 - 相信大家最好奇的一定是关税 - 还有怎么买最便宜的问题 - 关税部分呢 iHerb网页上面解释的全部都是未税价 - 为了加速清关 - 让大家快点可以收到商品 - 他们在结账的时候 - 会先预先收一笔关税 - 以避免商品收到台湾之后 - 要再被多收取一笔费用 - 另外通常预缴关税也会比真的要客税 - 还要再少一点点 - 这一点我是觉得还蛮贴心的 - 如果你有符合退税条件的话 - 会在收到商品的两天到十天之内 - 要怎么买会最便宜呢? - 目前台湾政府有给每个人半年六次以下的境外免税额度 - 半年的计算方式是一到六月 - 还有七到十二月 - 要注意不是你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开始算哦 - 另外iHerb有提供给我的观众折扣码 - 大家再加上我的折扣码买一定是最划算的 - 折扣码的资讯我放在这里 - 还有资讯栏都有写 -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哦 - 谢谢大家看今天这支影片 - 我自己还蛮满意这次买的东西 -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iHerb上面可以买的东西呢 -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- 我就也会去买买看来试试看 - 如果大家买了跟我一样的东西呢 - 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你们喜不喜欢 -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- 大家再见 - 拜拜 - 见面